不見人就是叫情人 喔喔喔喔喔 王思佳 來來來 布蘭妮 我媽在這個演藝圈 雖然她近來沒有很多年 可是她都是把自己當作就是一個 最有潛力的新人 然後呢她每年都會勉勵自己 就是她會自己跟自己喊話 她會在家裡的那個月曆上面 然後呢就會寫說布蘭妮 大紅大紫 然後呢今年還 更上一層樓 很稀奇耶 然後就是只要只要 就是媽媽其實這種上進心是很好的嘛 對不對 可是呢她只要每次要來錄影的時候 不管製作單位問她任何問題 就算沒有她都會說謊說 她就會變故事 然後呢編故事就算囉 她編完她會忘記 她會張包的 她會張包的 因為她記憶力不好 然後呢她就會跟製作單位 她當下她把自己逼出一個故事 完了之後呢她坐上這個台子上的時候 她會忘記了 她會忘記了 就會舉那個白板嘛 她就會左右看 她就會左右看 然後呢就會跟我求救 可是因為她已經太多次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而且常常就是連我 像我是她女兒嘛 對 但是連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然後我經紀人的打算就 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思佳生病了 妳要關心她 我媽第一句話說 她生病了 那她的通告有能去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去請求 我可以去 什麼 她想說 妳怎麼會這樣 什麼意思 真的 真的就是我媽是真心 因為她只擔心那個通告 誰要去頂替 然後 所以我要問的是 媽媽 妳為什麼要把我當 有那麼少 你逮捕我 我告訴妳 不是我說謊 不是說謊 直接跳 直接跳 不是我說謊就說謊 沒有猶豫 我告訴妳 因為人家是很機車的人 那我只要節目部的人 跟我追稿之後 她一定還會再問人家 我媽說了什麼 那我說了之後 她就會打電話來 這樣妳不要說 妳又要說 妳形象好就好嗎 我形象不好 然後她就會罵我 那我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什麼話可以講 什麼話不能講 所以就與我無關 我覺得就是說 妳不要限制我 我可以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我不要的她都要 我不要的她更要 這個是有一點 日目犀山的感覺 日目犀山 垂垂老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她剛剛說的 是她的心裡話 但不是實話 怎麼說 她是從心裡面 真的這樣想 因為她是自我催眠 我說 我是超級巨星 我比我女兒幫太多了 如果我女兒那麼紅 我一定紅她好多美 很好啊 所以她女兒在替她早想的時候 她都覺得她女兒是要打壓她 對 她女兒要告訴她 像她剛剛講一句話 她說人家給了通告費 怎麼可以不說實話 給通告費就要說實話嗎 對 真的嗎 沒有 我都說實話 我都說實話 OK啊 所以這個 在我們眼裡她是很敬業的 她沒有人可以犧牲 她要犧牲的人就是施加 所以施加會覺得我被犧牲掉 你每次破壞我的形象 我其實已經夠差了 你還夠外 也沒有 對 反而不會 我們覺得形象很好 媽媽這個能言感言 這個就讓我們很喜歡 很可愛 不過講真心話 確實有幾次 OK啦 而且媽媽來效果很好 媽媽效果比你好太多了 然後我還有第二題想問 因為其實我媽是一個很偏心的人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是老大 然後還有一個妹妹 弟弟是最小 所以媽媽其實從小最疼弟弟 就弟弟什麼都好 什麼都棒 弟弟怎麼樣就最厲害這樣 然後身為老大的 我就會比較可憐 譬如說媽媽在家裡面 切一盤水果 如果是要給我吃的話 她就會網狀一丟 欸 那個 水果好了 要吃自己出來吃 然後如果我晚了一下在房間 是沒有要吃是不是 是要我拿到房間裡面去請你吃 是不是 我就想說 好像後母 但弟弟就不一樣了 切好 整理好一容 開弟弟房門說 寶貝吃水果了 我就想說 怎麼這麼噁心 就算了對不對 但我弟還不領情 因為我弟那一陣子很迷那種清工具 就是 就是那種宮廷具 弟弟還迷清工具 對 地史具 對 把房門一打開嘛 說弟弟啊吃水果了 我弟就說 大膽刁木 蛤 我弟說 大膽刁木 還有這種啊 正沒有宣禮 你敢進正的請宮 如果是我們 如果是我們 是不是就被打死了嘛 對不對 我也被打死吧 我媽沒有 我媽笑咪咪她還接話 她說 我是你母后 我太替來你請宮 噁心不噁心這兩個人 這種戲嘛 我只想說一句話 好不好 賤人就是腳情 對 謝謝憲哥幫我接話 賤人就是腳情 我不是你 所以 我常常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像親生 或者是我媽對我的愛可能 也只有十分之一 但我還是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相信 我從頭到尾 也是他逼出來的 對 所以呢 如果 對啊 確實啊 誰這麼好笑 你笑咧 你從頭到尾 都是他逼出來的 沒錯 所以我想問 如果我跟弟弟 你最愛的寶貝兒子 有一天 如果我們兩個同時 掉到水裡 都快不行了 Oh that's good 所以你要先救誰 我啊 我誰都不會救 因為我也不會游泳 我下去會同歸於盡 所以你要救的是誰 據實以答 我會救兒子 你應該不意外 你完全沒有說話 而且完全沒有猶豫 完全沒有猶豫 你也不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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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因為他老公對他很好 他老公絕對不會讓他 掉到水裡的 而且媽媽將來年脈之後 靠的是兒子 而不會是 你這個女兒 對啊 因為女兒就像是 潑出去的水 還有 憲哥 我媽現在都是我在照顧她 我弟交了女朋友之後 都沒正眼看過我媽 什麼 真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你媽媽不會救你 弟弟也不會救你 因為她最愛的是 很多年來一直想要問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媽 好重喔 這問題嚴重啦 這問題怎麼這麼嚴重啊 你們好走心喔 不會吧 欸 我沒有覺得你是累贅喔 你敢說謊 沒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要問這題 你要把全家都要叫來喔 因為這一 就是其實我是心疼媽媽 其實因為 其實我覺得媽媽 她為了要讓大家覺得很開心 她常常就是會 不管是像我 像我剛剛講的什麼編故事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沒有覺得她是累贅 但我覺得 她有的時候 會給我很大的壓力 壓力 她問的是你到底 心裡有沒有她 你不要顧左右而已 對 你講沒關係的話 講得越多 就表示越有說話的可能 沒有沒有就是 她講的這個話太重 其實我沒有看不起來 但我的確有的時候覺得 她有點煩 是真的 是因為我只要跟她 一起錄影的時候 旁邊就像有一個 衛爆彈 因為我無法控制她 然後 我跟她講好 要跟她講什麼東西 她都沒有在聽 所以我每次 要跟她錄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就會覺得她等一下 又不會講出什麼東西 可是我又不能拆穿她 因為有時候 你不能拆她台 我拆她台的時候 她回家她會生氣 我想這個 我可以給你答案 憲哥的經驗是 這一方面比較充足 錄影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她是你媽媽 錄影的時候 你要把她當作 她叫做布蘭妮 要怎樣 對不對 對 所以妳一看妳就不會 妳怎麼會這樣影響一下 關妳屁事 人家她是布蘭妮 要怎樣 對不對 還自入了數喔 不要再 不要自入了 要自入了數 一直在斷 麻煩妳不要繞來繞去 就給我們一個答案 到底 妳心裡面是不是根本沒有 妳根本就是 看不起 妳媽媽布蘭妮 哪有 沒有 就在那兩隻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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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雲講過一句話 今天妳看不起我 明天我 講過就是這個魔女嗎 你們要補開 你要幹嘛啊 4個 2個 3個 1個 2個 2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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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4個 4個 5個